好 現在因為疫情呢 全臺停課改以線上教學來授課 但是有家長就反映了 孩子天天盯著電腦或是平板呢 一天平均要看七八個小時 眼睛吃不消 高雄有位念小五的小魚 短短一個星期呢 不但近視還暴增了一百度 眼科醫師表示了 近期這樣的個案還不少 家長帶孩子就診的這個比例 就多了將近三成 全都是因為線上教學 導致的勢力問題 要求你用百分率表示 看著電腦上課 國小五年級的小魚 正在上今天的第六堂課 而現在不管是音樂課 我們休息在小三三 還是體育課 都得盯著電腦螢幕 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半 一天平均七個多小時 視力就是有時候會變得很模糊 然後就變得有點疲勞 而這一個星期以來 小魚看東西模糊的狀況 越來越頻繁 當媽媽的趕緊帶他去看眼科 他度數短短這段時間 就增加大概一眼一百度 一眼七十五度 然後因為這只是短暫 怕說未來繼續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怕會變成一個大近視野 原本沒近視的小魚 短短一星期就近視了 而且還暴增一百度 就因為線上教學 像小魚這樣的問題 眼科醫生說近期就診的學童 增加將近三成 近距離越近的話 它造成近視的比例會越高 這成長期本來速度都增加 增加非常快 尤其是小學階段 目前我們的調查 是小學階段增加的最快 醫生說就是要適時的讓眼睛休息 每三十分鐘要休息十分鐘 而且要盡量的望向遠處 另外醫生也建議家長 近期要多關注孩子的視力 一旦發現有任何的問題 還是要立即就醫 華視新聞 習近平 許靖一 高雄報導